倪平,中国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他的影响力不仅80,90后认识他,甚至00后也知道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主持人,其实倪平老师已经很多年没有当主持人了。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倪平在其他的电视剧,综艺节目上也很少露面,但是近期,恒大倪林的倪平老师倒是参加了好几档综艺节目,可能热爱表演的他又想念舞台,想念他的观众了吧。 首先,倪平老师和他的老大道赵忠祥老师参加了一档大获的配音综艺节目中,许久未见的倪平老师看起来依旧优雅美丽,只是倪平老师的声音观众太过于熟悉,一开口嘉宾和观众就猜出来了,虽然年轻花甲,但是倪平老师一点都不像我们看到的。 广场舞大妈的模样,除了这段节目外,倪平老师还参加了另外一档比较轻松的综艺节目,节目中倪平老师带走嘻哈炫苦风,可能参加节目的原因,之前遥传倪平老师发福了,然而在综艺中肃老看不出来,身材还是保持很好的。 最重要的是,她身穿了一个荧光绿的外套,还戴了一个非常炫富的眼镜,她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喷腻的嘻哈少女,看来我们的倪平老师还是很时尚的,虽然给观众的感觉她是一位德瓜望重,受人尊重的老艺术家,但是倪平老师自己的心态还是很年轻的,期待倪平老师一些新的作品的播出。